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所占定的缺额在897个人 之后会不会再做征额录取 是有机会的 因为历年来的缺额大概都在1000个人上下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考试的一个说明 各位都知道经济部连招的考试状况 是由经济部所举办 那他由四间公司所联合去做一个考试的招考 就台电 中油 台水跟台糖 那为什么我们要投入经济部连招的一个考试的准备 那我们来做以下的一个说明 第一个当然我们最期盼最期望的 就是薪资层面的部分 各位都知道经济部连招 他的起薪会比起一般国营事业的起薪要来的高 起薪有多高 他平均的起薪大概36000块 那当然会在每年度去做一个 依照你的考核表现状况去做一个调薪 到46000块 那相当的一个优渥 那薪资层面的部分 再来我们就要谈第二个 大家都知道经济部所和每年度所合发的年终 都非常的高 也是非常的 人家很多人都非常的一个羡慕 年终有多高 平均在3到5个月 3到5个月的一个年终奖金 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你现在目前工作上的年终 没有领到3到5个月 那这个考试就值得你去做一个考试的投入跟准备 那经济部连招还有什么考试优势 我想第三个 就是他是一个有鉴别度的考试 为什么叫有鉴别度 因为依照他考试的提醒来说 各位都知道考试提醒 考试提醒 各位都知道 如果假设以考试提醒 都是以选择题的部分来讲 一定会吸引大爆大量的人的考生 来做一个考试的投考 那经济部连招这考试非常的 应该说除了考试提醒 他是属于有鉴别度的考试 什么意思 就是依照他考试提醒 他是考单选题倒扣加升论题的考试提醒 换句话说是 如果你是没有准备考试的考生 你到考场遇到考卷考题的部分 你一定不会写 那不会写你就一定不会有分数 没有分数你就不会考得上 所以换句话说是 依照考试提醒 我们只要有念上榜机会 就会大幅增加 原因在于第四个 因为他录取的分数 其实都比起一般国营事业考试的录取分数 要来的低 大概 金金不连招值得我们投入的三大类组 以气管类组 跟所谓的电机类组 跟机械类组 这三大类组 气管类组的录取分数 大概在60分上下 换句话说是 你平均分数只要拿到60分以上 就有机会能够上榜 电子 所谓的电机 电机甲跟乙的部分 以及机械类组 这三大类组是我们 金金不连招所属的最大的类组 电机跟机械类组的部分 平均的分数大概在40分上下 换句话说是 依照这样子的一个分数 40分以上 我们就有机会能够考上 金金不连招的一个考试 在这边要跟各位考生 做一个特别的提醒 金金不连招是先选择类科 类组的部分 在依照你的分数 去分发所谓的公司 就是分发台电中 有台水或台糖 而很多人会误解说 我一开始就先选择 不是 是一开始就先选择类组 我刚才所讲的 气管也叫做一个类组 电机也叫做一个类组 机械也叫一个类组 依照类组到时候 在依照分数的部分 去分发到公司的部分 那类组三大类组 一个叫气管类组 气管类组 那另外就是功课的部分 有电机类组 电机类组 那它有分为电机甲 跟所谓的电机翼 当然名额比较多的 会在于电机甲的部分 那当然如果你是念 机械科系的同学 当然你也可以去参考 所谓的机械类组 依照每个类组 考试科目都不一样 那当然如果你是 商管类群的学生 或者是你是文科类组的同学 老师建议你可以投入 气管类组的考试做准备 依照考试科目的部分来看 它考共同科目的部分 考国文 英文 那专业科目的部分 它考法学序论 企业概论 管理学跟经济学 那电机甲的部分 它是考国文 英文 电子学 跟电路学 以及电工机械 跟电力系统 那机械的部分 就针对我们机械 比较常所学的 像流体力学 热力学 材料力学 等等的这些考试科目 那依照分数的部分 刚才已经有跟各位同学 做一个说明了 就在于60分 以及40分的部分 就有机会能够 就做一个上榜 那当然经济部联招 它有一个考试的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有第一阶段的比试 会再加入第二阶段的 第一阶段比试分数通过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到 第二阶段的口面试 那配分比重的部分 大概在80%配上 20%的一个分数比重 那口面试的部分 就会依照我们几个层面 来去做一个口面试的评分 比如说像你的以太 看你的表达能力 看你的反应能力 以及你的所谓的才识 你说老师什么叫才识呢 所谓的才识 就是你之前的科系背景 工作状况 以及你是不是有考取证照 你说老师考经济部人造 一定有证照吗 没有 如果假设有 当然它是一个加分的 一个机会点 那我们如果考试的部分 很多人都问说 老师我如果准备经济部连招 我要什么时候开始投入 做考试的准备 当然这边提醒各位考生 考试我们准备的时间 周期越长 越容易能够有分数 有分数就越容易能够考上 那以上是我们经济部连招的 考试介绍以及考试资讯的说明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各位考生能够到我们三名 辅考的全省柜台做考试的咨询 以及索取免费的考试资料 那张老师在这边预祝各位考生 在今年度的经济部连招考试 都能够金榜提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